各位丰盛侵权的朋友 大家平安 过去周淑惠牧师在这里有许多的分享 得到了很好的回响 最近因为他有一些个人的需要 就由我来代替 我在这里要继续分享罗马书 许多人都知道罗马书的中心主题是音信称义 但是当我们仔细在读罗马书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就是基督徒的成圣 基督徒的成圣是不能够靠人的努力的 基督徒的成圣也是基督救赎里的一部分 基督徒的成圣是人与圣灵同工的一个最好的例子 人能做的就是配合查验 还有领受圣灵在你生命里所做的工作 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 人有了新的生命 而基督徒的成圣就是因为我们有了重新的开始 我们可以重新拥有神所创造的那些美好 罗马书第六章四到八节这样说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 与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和他同定十字架 使罪生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 就幸必与他同活 许多人问我 我如何使我的灵命可以成长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不断的与基督联合 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本质就与他联合了 原来那个被最捆绑的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 那个神所赐的新生命活过来了 新的生命不但本质不一样 归属不一样 而且力量是不一样的 那个不断渴望新生的样式 动力是不一样的 我在大学的时候 曾经因为交换学生 在国外的技术家庭里住过一段时间 我住在他们的家里 我感受到他们的接纳 关爱 我就像他们家里新的一份子 我开始学习了他们的饮食文化 他们的风俗 他们的人际礼仪 我渐渐的开始认同了他们的人生价值 和生活哲学 慢慢的 我跟他们就像一家人一样 笑的样子都一样 将近二十年以后 我再度拜访他们 我们说的 想的 坚持的 还是那么的相似 因为他们对我的影响 在我的生命里 已经改变了我 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这样 我们是属于基督的 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不断的不断的做转化的工作 我们现在渴望的 羡慕的追求的 已经不一样了 我们原来的那些思维 想法认同 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 现在复活生命的本质 是不一样的 我们开始可以 明白耶稣说的话 我们开始可以体会 耶稣做的事情 我们开始羡慕耶稣的生命 这就是我们成圣的过程 愿主祝福你 祝福你的生命 让你更多的与基督联合 你的生命在成圣的过程中 不断的与圣灵同工 被天父的爱来浇灌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为 你的爱子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所做的 线上感谢 你使我们的生命死里复活 就像耶稣一样 现在在我们的里面 是一个新的生命 愿你让我们的心 与你联合 让我们的生命 不断的被改变 谢谢主 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